争取民进党下谢台南市长提名的李伟叶已经发布参选市长CF广告片牛肉汤篇影片叙述一对中年转业卖牛肉汤的夫妻为后半人生打拼也是台南人顶真仔细认真精神 叶已经说清烫牛肉汤是台南的美食之一一对中年想转业的夫妻思考该做什么事业才好因老公爱吃牛肉汤吃多年吃出了心得夫妻决定转业卖牛肉汤 开始时生意不怎么好但是夫妻同心努力打拼渐进赢得顾客的信心生意蒸蒸日上 叶已经表示饮食小吃夜要在台南立足没有两把刷子不行这对饮食的讲究表现在做事就是顶尊的精神 叶已经说台南是我们的故乡也是台湾的历史文化首都值得我们用最顶尊的态度来为他打拼一碗热热的牛肉汤 在冷冷的冬天散发着温馨的人情味也散发着台南人顶尊的精神 另一位业已经推出CF广告牛肉汤篇图也已经服务处提供分享